美方一方面声称 不会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 一方面又为来自国务院 国防部等多个部门的官员申请签证 这一套说辞令人费解 无论美方如何解释 事实就摆在那里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 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行径 停止任何干扰北京冬奥会的错误言行